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二微熏频道 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一百首 关于描写春天的中国古诗词 供大家查询欣赏 一,春夜喜雨,堂,杜甫,好雨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前入夜 润雾细无声,也净云俱黑 江传火独明,小看红诗处 花种景观城,赏兮,创作此诗时 诗人已在成都草堂定居两年 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 对春雨之情很深 因而写下了这首描写春夜降雨 润泽万物的美景诗作 二,前堂湖春行 堂,白居易,沟山四北甲亭西 水面出平云角低 几处早阴争暖树 谁家心艳灼春泥 乱花见玉迷人眼 浅草才能磨马蹄 最爱湖冬行不足 绿阳阴里白沙滴 赏西全诗以春字为灼眼点 景中寄情 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喜悦轻松的情绪 以及对西湖春色细腻新鲜的感受 三,春日 宋,珠西,圣日寻方似水滨 无边光景一时心 等闲时得东风面 万子千红总是春 赏西 这是一首哲理诗 诗中的似水暗喻孔门 寻方暗喻求圣人之道 东风暗喻叫化 不露说里的痕迹 四,博传瓜粥 宋,王安时 京口瓜粥溢水间 中山止隔树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暗 明月何时照我还 赏西 这是一首著名的抒情小诗 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 思念家乡的深切感情 同时也蕴含他重返政治舞台 推行新政的强烈欲望 五,永柳,唐,贺之章 碧玉装成一树膏 万条垂下绿丝涛 不知戏叶谁才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赏西 此时借柳树歌咏春风 把春风比作剪刀 说他是美的创造者 赞美他才出了春天 诗中洋溢着人逢早春的欣喜之情 永柳 是永物诗的典范之作 六,天静沙春 圆,白浦 春山暖日和风 栏杆楼阁连笼 杨柳秋千院中 提音舞宴 小桥流水飞红 赏西 运用绘画技法 从不同空间层次描写春天的景物 首句描绘的是远景 次句是近景 第三句是中景 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景象月染纸上 七,夜月 唐 刘芳平 更深月色扮人家 北斗篮杆南斗鞋 今日偏执春气暖 重生剑透绿窗沙 赏西 甜蜜的春夜 万物的生息 千画在前行 今夜偏执春气暖 重生心透绿窗沙 正是诗人全身心地 去体察大自然的契机 而得到的家具 八,春江花月夜 唐 张若须 春江潮水连海平 海上明月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婉转绕方殿 月照花林皆四线 空里流霜不绝飞 听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仙尘 角角空中孤月轮 江畔和人初见月 江月和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带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 清风谱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偏周子 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 应照离人庄静台 玉护帘中卷不去 倒一针上浮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流赵君 红雁长飞光不渡 鱼龙前月水成闻 昨夜闲谈梦落花 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玉尽 江潭落月复兮邪 邪月沉沉藏海雾 劫始萧香无限路 不知成月几人归 落月遥情满江树 赏西被文一多先生 誉为诗中的诗 顶峰上的顶峰的春江花月夜 一千多年来 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 九鸟鸣剑 唐 王为 人嫌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金山鸟 十名春剑中 赏西 这首诗是王为山水诗中的 代表作品之一 这首诗的精妙之处 在于洞 静对笔衬托的诗情画意 静到极处的自然 在诗人笔下有声有色 声意盎然 时 春雪 唐 寒玉 新年都未有芳华 二月初 惊见草芽 白雪却嫌春色晚 故穿亭树作飞花 赏西 这首春雪诗 构思心巧 新年紧挨着历春 历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 但这一年还没有芬芳的鲜花 漫漫寒冬中 酒盼春色的人们 分外交集 十一 江南春 唐 杜牧 千里樱蹄绿映红 水村山锅酒其风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楼台烟雨中 赏西 杜牧在这首七诀中 不仅描绘了明媚的江南春光 而且还在现了江南烟雨 萌萌的楼台景色 使江南风光更加神奇迷离 别有一番情趣 十二 惠重春江晚景 宋 苏氏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鲜枝 楼蒿满地卢雅短 正是河豚玉上石 赏西 诗人用它饶有风味 虚实相见的笔墨 将会宠所画的春江晚景 所描绘的春色 展现得那样令人神往 十三 定风波 宋 苏氏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竹杖盲鞋轻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任平生 撂翘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 却相迎 回首向来潇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赏西 三月七日 呼逢大雨 雨过天晴 作者联想到自己人生的坎坷 写下了这一首千古流传的定风波 十四 村居 清 高顶 草长应飞二月天 浮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 归来早 盲趁东风放纸鸢 赏西 村居描写出了一幅春天 孩子们在村旁的芳草地上放风筝的图片 是一幅充满生机 生意盎然的农村生活图画 十五 游园不值 宋 叶少恩 英莲几尺印仓台 小寇柴飞酒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 赏西 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重重困难 脱颖而出 蓬勃地发展起来 读者将诗的最后两句赋予生活的哲理 诗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 流传不绝 十六 早春城水部张十八园外 唐 寒玉 天街小雨润如苏 草色遥看尽雀无 醉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流满黄都 赏西 这首小诗是写给水部园外郎张吉的一首 描写和赞美早春美景的七言绝句 诗的前两句体察景物之精细 已经令人称赞 后两句如奇兵咒指 更在人意料之外 十七 绝句 唐 杜甫 将必鸟于白 山青花欲燃 天春看又过 何日是归年 赏西 清人桃于开称杜甫笔法高妙 能以诗为画 此诗可谓印证 十八 亦江南词三首 唐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就曾安 日出江花红盛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亦江南 江南亦 醉亦是杭州 山四月中寻贵子 俊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亦 其次亦无功 五九一杯春竹叶 五娃双五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赏西 要用十几个字 来概括江南春景 实属不易 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 三首词各自独立 而又互为补充 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 风物美和女性之美 十九 与美人峰回小院亭无虑 五代礼遇 峰回小院亭无虑 流眼春相续 平澜半日独无言 依旧逐生新月寺当年 声歌未散尊雷在 池面冰初解 逐名香暗化唐身 满病青霜残雪思难刃 赏西 此次追西斧金 在对生机盎然的春景中 寄予了作者的深沉怨痛 在对往昔的依恋怀念中 也蕴含了作者 不堪承受的痛悔之情 二十 破阵子 春景 宋 燕书 燕子来时新社 梨花落后清明 池上碧台三四点 夜底黄梨一两生 日常非续青 巧笑东林女伴 采桑镜里逢迎 一怪左霄春梦好 原是今朝豆草莹 笑从双脸生 赏西 贵妃的燕子 飘落的梨花 池上的碧台 清脆的鸟蹄 映衬着笑叶如花的少女 让人感受到春天的生机勃勃 和青春的无限美好 负二十一 心雷 清 张维萍 造物无言 却有情 美于寒尽绝春生 千红万子安排住 只待心雷第一生 赏西 造物无言 却有情 作为造物者的天 本来并不具有人类的情感和思维 诗人借助一情守法 赋予自然借人的情感活动和思维能力 二十二 望江南超燃台座 宋 俗世 春未老 风细柳斜斜 世上超燃台上看 半毫春水一成花 烟雨暗千家 寒时后 酒醒却滋结 修对故人司故国 且将心火食心茶 十九 趁年华 赏西 诗人灯超燃台 眺望漫城烟雨 触动了相思情 随中饱含着春未过而人将老的痛楚 强作超燃以自我安慰 负二十三 灵安春雨装记 宋 陆游 是为年来薄四沙 谁令起马克精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 神像明朝卖杏花 挨只斜行 闲坐草 情窗细乳细分茶 素衣默起风尘叹 游及清明可到家 赏西 小楼一夜听春雨 神像明朝卖杏花 是路由的名句 语言清新倦勇 二十四 万春 唐 寒玉 草树之春不久归 百般红紫豆芳飞 杨花 鱼甲无才思 唯解漫天 作雪飞 赏西 诗人用拟人画的手法 描绘了万春的繁力景色 禁欲着人们应该诚实而尽 抓紧时机去创造 有价值的东西的思考 二十五 南湖早春 唐 白居易 峰回云段与初情 返照湖边暖复明 乱点碎红山姓发 平铺新绿水平生 赤堤白燕飞仍重 蛇色黄梨与未成 不到江南春不好 年年衰病减心情 赏西 白居易遭到变着后 在江州时所留下的作品 前六句描写南湖早春 明媚动人的景物 最后两句显示出 作者遭到贬折后 消沉郁闷的心情 二十六 蝶恋花暖雨晴风出破洞 宋 李清照 暖雨晴风出破洞 流眼眉塞 已绝春心动 久易诗情 谁与共 泪容残粉花殿重 乍世家山金漏缝 山枕斜衣 枕笋拆头缝 独抱浓愁无好梦 夜兰有茧灯花弄 赏西 独抱浓愁无好梦 夜兰有茧灯花弄 愁本无形 却眼抱 可见此仇对其来说有多浓 多重 清词论家和尚 凭着两句 为入神之句 二十七 春夜 宋 王安时 金炉香尽露生残 简简清风震震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 月仪花影上栏杆 赏西 诗人面对凉霄春色 简简清风金炉香尽 月仪花影 一派风光 激起了思想上难以自制的波澜 为自己政治上的春色 辽波得不能成眠 二十八 春思 唐 李白 燕草如碧丝 秦桑低律之 当君怀归日 是妾断肠时 春风不相识 何事入罗为 赏西 这是一首描写 私父心绪的诗 开头两句 以相隔遥远的燕琴 春天景物起兴 写独处秦帝的私父 触景生情 终日思念 远在燕地未须的夫君 盼望他早日归来 二十九 归院 唐 王昌龄 归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庄上翠楼 忽见墨头杨柳瑟 悔教夫婿密封侯 赏西 王昌龄的一系列 宫归院诗中 归院尤为突出 在诗人笔下 一个有些天真 和娇憨之气的 少妇形象 毅然指上 三十 春日偶尘 宋 尘昊 云淡风清静五天 磅花随柳过前川 诗人不识于心乐 将为偷闲学少年 赏西 这是一首集景诗 描写春天旅游的心情 以及春天的景象 也是一首写里去的诗 作者用朴素的手法 把柔和名利的春光 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 融为一体 三十一 王孙游 南北朝 蟹条 绿草蔓如丝 杂树红鹰发 无论君不归 君归方已歇 赏西 诗人在绿的氛围中 这一红花的点染 巧笔对比 拙意渲染 流露出文人精心 构制的痕迹 表现出雅 雅俗结合 创为家购 三十二 城东早春 唐 杨俱园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云 若带上林花四锦 出门巨室看花人 赏西 诗篇特从诗家的眼光来写 又欲有理去 可以看成是一种创作见解 即 诗人必须感觉瑞敏 努力发现新的东西 写出新的境界 不能人云亦云 老是重复那些已经熟烂的旧套 单十三 蓝西照歌 唐 代书轮 梁月如梅挂柳弯 月中山色镜中看 蓝西三日桃花雨 半夜礼于来上滩 赏西 这首传歌虽然以蓝西之夜作为背景 但它着重表现的并非夜的静谧朦胧 而是蓝西夜景的清新澄澈 声趣盎然 而这 正体现出这首诗独特的民歌气韵 瑜伽的欢乐之情 三十四 春星 唐 五元横 杨柳音音细雨情 残花落尽见柳音 春风一夜吹香梦 又逐春风到落成 赏西 春天是万象更新 景色动人的季节 即一千动人们最微妙 最深沉的感情 此次诗人被春光唤起的 是人生至死不渝的香情 三十五 清玉岸陵波不过横唐路 唐 鹤柱 陵波不过横唐路 但目送 方尘去 锦色年华谁语度 月桥花苑 锁窗诸户 只有春之处 飞云冉冉横高木 才比心提断肠剧 若问闲情都极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赏西 全词写相思之情 诗书意义不得志的闲愁 立意新奇 能兴起人们无限想象 为当时传颂的名片 三十六 春愁 清 秋逢甲 春愁南浅墙看山 往事惊心泪玉山 四百万人同意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赏西 春回大地 引起我无限春愁 这首诗作于1896年春 吉马关条约签订一年后 诗人痛定思痛 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深情 三十七 御楼春 春恨 宋 艳书 绿阳 芳草 长亭路 年少抛人 容易去 楼头惨梦舞羹中 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 天涯地角有穷石 只有相思无尽处 赏西 此次抒发人生离别相思之苦 寄托了作者从有感于人生短促 聚散无常以及圣言之后的落寞等心情 三十八 和静陵路程早春游望 唐 渡沈颜 独有患游人 天经雾厚心 云霞出海蜀 美柳渡江春 舒气催黄鸟 晴光转绿瓶 忽闻歌古调 归思欲沾金 赏西 这首贺诗写得别有情志 感受新鲜而思绪凄清 景色优美而情调淡然 甚至于伤感 有满腹牢骚在眼外 三十九 春提湖上 唐 白居易 湖上春来似画图 乱风围绕水平铺 松排山面千重翠 月点波心一颗珠 碧毯线头抽枣道 青罗裙带展心脯 未能抛的杭州去 一半沟流是此湖 赏西 西湖的春天 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 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 汪汪一壁 水平如镜 群峰上 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 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 四时 绝聚 唐 杜甫 迟日江山立 春风花草香 尼蓉飞燕子 沙暖睡鸳鸯 赏西 此时抓住景物特点 写春色 画面优美 格调柔和 很能引发读者的喜春之情 四十一 水剑浅心二手 唐 杜甫 去郭轩营场 无村眺望奢 城江平少岸 幽树万多花 细雨鱼而出 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 此地两三家 蜀天长夜雨 江坎以朝晴 夜润灵堂密 依干枕袭清 不堪之老病 何得尚浮名 前把涓涓酒 身平送此身 赏西 诗人经过了 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以后 现在得到了安身的处所 面对着启力的风光 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些 歌咏自然景物的小诗 四十二 如梦令 宋 琴观 鹰嘴灼花红溜 燕尾点波绿皱 直冷欲生寒 吹彻小梅春透 依旧 依旧 人与绿阳俱寿 赏西 辞人之心 或欲借春光盛衰之过程 展示流转 在结续交替中 伤春念远之情 辞从愉快之景象续起 乃欲反衬其心境之欲为悲苦 自十三 简自木兰花 应出结语 宋 苏氏 应出结语 醉是一年春好处 微雨如苏 春色遥看尽雀无 修辞最倒 花不看开人亦老 木带春回 颠倒红阴尖绿台 赏西 花是不经开的 人是容易老的 不要等到浓烈的春天回到大地时 再触目伤怀 你我颠倒唏嘘 百般感慨在红阴凋零 绿台如阴之间 自十四 苏西亭 唐 代书伦 苏西亭上草漫漫 谁已东风十二蓝 燕子不归春是晚 一听烟雨姓花寒 赏西 四句诗全是邪景 而景语即情语 情景容魂无际 诗人描写木春景色 浓郁而迷蒙 恰何以蓝人沉重而忧郁的心情 契合相应 诗运人情 眷勇醇厚 四十五 永柳 颂 增拱 乱条由未变出黄 以的东风是变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赏西 柳旭在东风相助之下 狂飘乱舞 铺天盖地 诗人抓住了柳的特色 将之性格化了 使人看到一个得志 变猖狂的形象 四十六 春别曲 唐章集 长江春水绿堪染 连夜处水大如前 江头菊树均自重 那部长戏木兰传 赏西诗句写木色春色 以堪染表现色彩之浓重 其夸张手法可作借鉴 四十七 春中喜王酒相寻 唐 梦浩然 二月湖水清 家家春鸟鸣 林花扫更落 净草踏海生 酒伴来相命 开尊共解成 当杯已入手 歌迹莫停声 赏西 作者于有人 就着美景良辰 来此唱饮 并希望歌女的歌声莫停 不露痕迹地表达了西春的心情 四十八 宋春 宋 王令 三月蚕花落更开 小颜日日燕飞来 紫归夜半有提屑 不信东风唤不回 赏西 花落了虽又重开 燕子离去了 还会回来 然而那眷恋春光的杜鹃 却半夜三更还在悲蹄 不相信东风是唤不回来的 表现了牧春时节的景象 和诗人的感受 四十九 桑茶坑道中 宋 阳万里 晴明风日雨干时 草满花滴水满溪 童子柳音眠正着 一牛吃过柳音溪 赏西 这首诗描写的是初春景物 刚下过一阵雨 暖日和风 溪水盈盈 河岸上草绿花红 柳音浓密 渲染出明媚 和暖的氛围和生机无限的意境 五十 春山夜月 唐 鱼粮史 春山多盛事 赏玩夜望归 举水月在手 弄花香满衣 幸来无远近 欲去西方飞 难忘名中处 楼台深翠微 赏西 三四两句如石韵语 似水怀珠 照亮四周 是全诗精神所在的地方 全诗既精雕细琢 又出于天成 自具艺术特色 五十一 更露子柳丝长 宋 宴几道 柳丝长 桃夜小 深院段无人道 红日淡 绿烟晴 流英三两生 雪香浓 弹晕少 枕上卧枝花好 春丝重 小庄池 寻思采梦时 赏西 全词以咸雅的笔条 和深碗的情志 抒发了春日归丝的情怀 创造出一种纯美的语境 五十二 蝶恋花 金口德香书 宋 苏氏 雨后春戎清更丽 只有离人 忧恨中难洗 北顾山前三面水 必穷书用轻罗记 一纸香书来万里 问我何年 争个成规计 白首宋春判以罪 东风吹破千行类 赏西 最后两句不回答香书中的问题 而以春光一世 借酒交愁作结 但有家难归之意 已异于言表 这种不答之答 比直接回答 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量 充分抒发了 他那种难以言状的思乡之情 五十三 雨后池上 宋 刘斑 亦与池塘水面瓶 淡魔明镜照眼影 东风呼起垂阳舞 更做核心万点声 赏西 雨后池上景物之美 诗人既写静态 又写其动态 不仅显得丰富多姿 而且构成对比 收到以静显动 以动趁静 相得一张的艺术效果 五十四 大德歌春 元 观汉清 自归题 不如归 道是春归人未归 几日天憔悴 须飘飘柳续飞 一春余燕无消息 则见双燕斗显泥 赏西 以一位闺中女子的口吻 抒发其 久久盼望离人归来 而屡屡失望的相思之苦 抒发女主人公的哀怨情愫 五十五 于家傲小雨先先 风细细雨 送 诸福 小雨先先风细细 万家杨柳青烟里 练树诗花飞不起 愁无比 和春赋予东流水 九十光阴能有几 今归解尽留无计 寄予东阳姑九世 叛一罪 而今乐事他年累 赏西 这首词 习用传统作词法 上片写景 下片写情 结局 而今乐事他年累 一亿化两 是浅愁不尽 无限感伤 作者亦以而金句 画为得意之笔 五十六 简自木兰花 卖花丹上 送 李清照 卖花丹上 买得一只春玉放 泪染青云 犹带铜侠小路痕 怕狼猜到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并斜簪 图要交狼笔并看 赏西 这首词 座于剑中 静国年间 其实词人 与夫君照明成 新婚艳儿 心中充满 对爱情的热情智者 全篇截取了 作者新婚生活的 一个侧面 显示他放纵 自私的独特个性 五十七 春中田园座 唐 王伟 屋上春秋名 村边杏花白 池府法远阳 何除掺全脉 归宴时故朝 旧人看心力 林商忽不欲 雕唱远行客 赏西 诗人以敏锐的感受 写出了春天的 欣欣向荣 和农民的愉快欢心 结尾则表达 远行者对乡土的眷恋 五十八 山房春世 唐 层深 风田日暖荡春光 细叠由风乱入房 树枝门柳低一横 一片山花落笔床 赏西 写的是浓郁的春光 冲天赛地 不仅山野处处 万紫千红 连山房书屋 都被封叠花木占领 反映作者 对生活的热爱 对前途充满信心 五十九 喝乐天春辞 唐 刘雨昕 新庄一面下猪楼 深锁春光一怨愁 行到中庭树花朵 蜻蜓飞上玉骚头 赏西 诗的最后一句 含蓄地刻画出 龟中女子沉浸在痛苦中的 宁神助力的神态 暗示了这位女主人公 有着花朵般的容貌 以至于 时常在花中的蜻蜓 也错把眉人当花朵 也意味着她的处境 一如这庭院中的春花一样 寂寞深锁 无人赏识 六时 好事尽梦中作 宋 请观 春露雨天花 花洞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处 有黄梨千百 云当面画龙蛇 妖娇转空壁 醉卧古藤音下 撩不知南北 赏西 此词作于此人 扁肩触周久睡时 全词题为梦中作 细写梦境 先写初中漫游 再写飞云空中变幻 和醉卧出藤音下 六时二 春远 唐 杜甫 素素花絮丸 飞飞红素青 日常为鸟雀 春远独柴经 树有关中乱 和曾见外清 故乡归不得 的入亚敷营 赏西 写有景之景 诗人类能知 写无景之景 唯度独擅长 此诗上半 当想其虚中取义之妙 六时三 渡香江 唐 渡沈颜 迟日圆林碑西游 今春花鸟作鞭筹 独连经国人难窜 不似湘江水北流 赏西 这首诗以押韵对起 又以对作节 具有整齐美 和谐美 以及反复涌叹的韵味 渡沈颜这首渡湘江 有相当影响力 说它具有开启诗弹心风的作用 也不为过欲 六时四 紫叶无歌春歌 唐 李白 秦帝罗夫女 采桑绿水边 素手青条上 红装白日鲜 残疾窃欲去 无马莫流连 赏西 这首诗引勇了秦罗夫的故事 赞扬他不畏富贵动心 拒绝达官贵人挑逗引诱的高尚品质 六时五 缺体 唐 刘慎虚 道由白云尽 春雨清晰长 时有落花痣 远随流水香 咸门向山路 深柳读书堂 幽映美白日 清辉照衣裳 赏西 这首诗句句写景 话译诗情 家具银片 可推为刘慎虚的代表作 六时六 唤西沙堤上游人竹画船 宋 欧阳修 堤上游人竹画船 拍堤春水 似垂天 绿阳楼外出秋千 白发带花 君莫笑 六腰催拍展平传 人生何处似尊前 赏西 此次写出欧阳修与民同乐 同庆春天的情怀 在此中 她忘却了扁观影洲的烦恼 她愿在春日中沉醉 亦如她的雅号 罪恩 六时期 木兰花 城上风光阴雨乱 宋 前为眼 城上风光阴雨乱 城下烟波春拍暗 绿阳芳草几时修 泪眼惆怅 仙已断 情怀 见绝 成衰晚 链镜珠眼 惊暗患 西年多并宴方尊 今日方尊为孔浅 赏西 此为作者 垂木年浅怀之作 词中 以极其七碗的笔触 抒发了作者的垂木之感 和政治示意的感伤 六十八 春风 清 圆梅 春风如贵客 一道便繁华 来扫千山雪 归留万国花 赏西 诗人圆木笔下的春天 活泼而富有活力 春风吹拂之处 积雪融化 万物复苏 花香遍野 自然界呈现 欣欣向荣之景 六十九 怀中 婉博独头 颂 俗顺亲 春阴垂野草青青 时有幽花一树名 婉博孤舟古词下 满川风雨看潮生 赏西 日间传行水上 人在动态之中 岸边的野草 幽花是静止的 夜里传博目独头 人是静止的 风雨潮水 却是动荡不息的 这种动中观景 静中观动的艺术构思 显示出诗人悠闲 从容 超然物外的心境和风度 七十 蝶恋花面玄落花风荡漾 宋 欧阳修 面玄落花风荡漾 柳重烟生 雪絮飞来往 雨后秋寒游未放 春愁酒并成愁畅 枕盼平山为碧浪 翠背华灯 夜夜空相向 寂寞起来千秀晃 月明正在梨花上 赏西 这是一首归怨词 空相花灯 翠背 尽不止读千秀晃 及哀艳 以明月梨花收束全篇 于艳丽处呼声清淡 自是欧宫本色 七十一 灯池上楼 南北朝 谢灵运 前求媚幽姿 飞红响远音 薄霄溃云浮 祈穿坐渊臣 尽得志所捉 退更利不认 迅路返穷海 卧科对空灵 清诊媚结后 千开赞窥林 清儿凌波兰 举目跳屈亲 出景格旭风 新阳改故音 池塘生春草 圆柳变明琴 齐齐伤兵歌 七七赶储淫 所居亦永久 离群难储心 池操起毒蛊 无闷争在今 赏西 此诗以灯池上楼为中心 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 有孤方自赏的情调 政治诗意的牢骚 进退不得的苦闷 对政敌寒而不露的怨愤 归隐的志趣等等 虽然语言颇觉隐晦 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 七十二 宿中情 东风杨柳欲轻轻 宋 艳书 东风杨柳欲轻轻 烟淡欲出情 脑袋相隔浓睡 缭乱有提音 梅夜戏 五腰青 宿庄成 一春方意 三月如风 千细人情 赏西 全篇借春风杨柳 会写农春美景 衬笔相隔女子的绰约风姿 举传离思别异 景与情邪 物与人和 婉转含蓄 情质缠绵 七十三 春草 唐 唐燕谦 天北天南绕路边 脱根无处 不延绵 七七总是无情雾 吹绿东风又一年 赏西 春天一到 天南地北到处都是生长着路边的小草 依赖着草根 春草无处 不绵延的生长 诗人借着春草又绿 抒发自己久在客外地强烈的思归情绪 七十四 春行即兴 唐 丽华 宜阳城下草栖栖 见水东流 复向西 方树无人花自落 春山一路鸟空蹄 赏西 坐着春天 经由宜阳时 因对眼前景物有所感触 即兴抒发了 国破山河在 花落鸟空鸣的酬绪 七十五 春晚 宋 左尾 池上柳依依 柳边人眼飞 蝶随花片落 燕符水文飞 世蜀郊游看 方经笑语兮 一年春又近 以仗对斜辉 赏西 全时描绘出一幅富有特色的晚春图 晚春是一季之终结 依仗于晚霞中的老人心中充满了寂寥哀伤之情 抒发生命短促的无限感慨 七十六 春日 京中有怀 唐 杜沈言 今年犹豫独有勤 愁思看春不荡春 上林院里花图发 细柳迎前夜慢心 公子南桥应尽兴 将军西地己流宾 寄予落成风日道 明年春色被还人 赏西 杜沈言这首春日经中有怀 结构其整平密 起承转合极其自然 虚实相生 波澜起伏 其艺术手法对后世很有影响 七十七 折阳柳 糖 李白 垂阳浮绿水 摇眼东风年 花明玉观雪 夜暖金窗烟 美人皆常想 对此心欺然 攀调着春色 远寄龙亭前 赏西 此首诗书写的是 女子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触景生情 引起了对争数在外的丈夫的思念之情 七十八 落花落 糖 王伯 落花落 落花分墨墨 绿叶轻浮应丹饿 与君陪回上金阁 影符装接戴帽颜 香飘五管珠鱼目 落花飞 缭乱入中围 落花春正满 春人归不归 落花度 分云绕高树 落花春已凡 春人春不顾 几个青台 静且闲 罗媚红金 赋网还 盛年不再得 高枝难重攀 是复旦游落花里 木宿落花间 与君落花愿 台上起双环 赏西 落花如痴如醉 如梦如幻 随风飘进了屋子 在飘飘的帷幕中飞舞 又如人生终于舞作了 一生中最美的姿态 人还沉浸在美好的青春年华 却不知青春已渐渐远去 这是一首 商春之作 七十九 清平月风光紧急 宋 朱书珍 风光紧急 三月额三十 你欲榴莲既无极 绿叶烟绸雾气 欠谁寄予春霄 城头画骨轻敲 浅犬临起嘱咐 来年早到眉烧 赏西甲岛三月会 赠留平氏诗云 三月正当三十日 风光别我苦吟深 共军今夜不须睡 未到小中 犹是春命一新奇 你辞人诸书真因其意 而用之于此 构思更起 八十 清门饮春思 宋 张仙 乍暖还清冷 风雨晚来方定 亭轩寂寞尽清明 残花终久 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脚风吹醒 入夜重门静 那看更被明月 隔墙送过秋千影 赏西 此为春日怀人之作 全词书写了 此人敢于自己生活 孤独寂寞 因外景而引发的情怀 和忧苦心境 八十一 历春偶城 宋 张仕 绿回碎碗冰霜少 春到人间草木枝 便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历参丝 赏西 历春是一年之始 诗人紧紧把握住这一感受 真实地描绘了春到人间的动人情景 冰化雪霄 草木滋生 开始透露出春的信息 八十二 钓鱼湾 宋 楚光熙 锤钓绿湾春 春身杏花乱 谈青仪水浅 河洞之余散 日暮待情人 维州绿阳岸 赏西 这首诗写一个青年小伙子 以锤钓作掩护 在风光宜人的钓鱼湾 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 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春意图 八十三 带春院 唐 刘芳萍 朝日残鹰半窃蹄 开莲只见草漆漆 亭前时有东风入 杨柳千条进向西 赏西 这首诗巨巨借景 却巨巨有人载 人语自然获得奇妙的对应 人知所见所闻 既是情的触眉 尤诗易的流向 八十四 菩萨满归红生断残云壁 宋 李清照 归红生断残云壁 背窗雪落炉焰植 竹笛奉拆铭 拆头人圣青 叫声催小漏 蜀色回牛斗 春意看花难 西风流旧寒 赏西 此词写早春思香之情 但此人并未名言 只写夜来窗外春雪迷蒙 卢烟静注 继而绝生中 天色渐明 八十五 西春词 唐温亭云 百蛇问花花不语 迪回四恨横唐语 风筝粉蕊蝶分香 不似垂扬西金缕 愿君留得长腰勺 莫逐东风海荡摇 锦女寒贫向烟月 愁红带路空迢迢 赏西 诗中的女子 希望花能藏宝青春妖娆 而不被东风催落 实际上她是自言自语 花就是她自己的象征 她是在借花自连 借花商春 八十六 春思 唐 黄芙冉 应提宴雨报新年 马一龙堆路几千 家住层城林汉院 心随明月到胡天 积中锦字论长恨 楼上花枝笑独眠 慰问袁蓉斗车骑 何时反配勒嫣然 赏西 这首诗世界归附书写春院 期望早日了结战事 征夫能功成名岁 全师流露非战情绪 也是借汉永唐 讽刺穷兵独武 八十七 苏木遮草 宋 梅瑶辰 路低平 烟树窑 乱壁七七 雨后将天晓 独有更狼年最少 苏的春袍 嫩色已相照 街长亭 迷远道 堪怨王孙 不计归七早 落尽梨花春幼了 满地残阳 翠色和烟老 赏西 送沈亿复云 永勿词 最继说出题字 这首永草词 虽不着一草字 却用环境 形象 神态的描绘 将春草写得形神俱备 八十八 春丝二手其一 糖 甲质 草色清清柳色黄 桃花利乱 里花香 东风不畏吹愁去 春日偏能惹恨常 赏西 甲质在唐宿宗朝 曾因是贬为岳周司马 诗中表达的仇恨 看来不是一般的贤仇贤恨 而是由他当时的身份和处境 产生的流人之仇 逐客之恨 八十九 柳州二月荣业落尽藕提 唐 柳宗园 换臣姬斯贡七七 春半如秋一为迷 山城过雨百花近 荣业满亭阴乱提 赏西 一场意外的暴风雨 洗劫了百花 送走了春色 这对折居柳州的诗人 无疑是一种精神打击 冷酷无情的现实 哀凉的心绪 触发了他的诗思 九十 行箱子树绕村庄 宋 请观 树绕村庄 水满杯堂 以东风 豪杏长阳 小园吉许 收尽春光 有桃花红 里花白 菜花黄 远远围墙 隐隐茅堂 阳青旗 流水桥旁 偶然成幸 不过东刚 正阴而提 压舞 蝶而芒 赏西以东风两句 是描写词人 乘着温和的春风 兴趣正浓的 信步漫游村庄 欣赏着春天的风光 表现了 词人喜爱 农村景色的神态 九十一 踏缩行小镜红西 宋 燕书 小镜红西 方焦绿便 高抬树色阴阴见 春风不解尽阳花 萌萌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阴 朱连阁燕 炉香静竹游思转 一场愁梦酒醒时 斜阳却照深深怨 赏西 沈谦在《填词杂说》中指出 截据更自神道道出了 燕书词写景的特点 即重其精神 不重其行迹 九十二 幻西沙散步山前春草香 宋 张书芳 散步山前春草香 珠兰绿水绕银廊 花枝精舵绣衣裳 霍定霍摇江上柳 为鸾为凤月中黄 为谁演艺所云窗 赏西 词句之间 荣情与景 借春草 柳水 落花 江柳 修竹等异象 向我们传递了 他隐约波动的情绪 花枝精舵秀衣裳 拟人生动 想象力丰富 意境极其优美 九十三 春日西湖 寄谢法曹歌 宋 欧阳修 西湖春色归 春水绿淤染 群芳烂不收 东风落如伞 参君春丝乱如云 白发体诗筹送春 摇之湖上一尊酒 能一天涯万里人 万里思春尚有情 忽逢春智客心经 雪霄门外千山绿 花发江边二月情 少年把酒逢春色 今日逢春头已白 一厢物态与人书 唯有东风就相识 赏西全诗 以万里一句为戒 分为两部分 前半写西湖景色 及朋友相念之情 后半写自己一厢逢春的 新鲜见闻和落寞情怀 诗中春景写得明媚可喜 感情写得真挚动人 九十四 三月会日呕提 宋 秦官 捷物相催各自心 痴心儿女挽留春 芳飞歇去何须恨 夏日阴阴正可人 赏西 秦官的三月会日 呕提富有哲理 蕴寒里去 繁花似锦的春天归去 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春天也一样迷人 诗人的乐观 豪放 豁达 月染纸上 九十五 春思 宋 方月 春风多可太茫生 长供花边柳外行 雨燕作泥风酿蜜 才吹小雨又虚情 赏西 方月这首春思 用你人画的笔调 通过对春天景物的描写 热情地赞美了 富有生机的春风 九十六 三月会日送春 唐 甲岛 三月正当三十日 风光别我苦吟深 贡君今夜不须睡 未到小中有逝春 赏西 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 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 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 九十七 春夕 唐 催土 水流花谢两无情 送进东风过楚城 蝴蝶梦中家万里 紫归之上月三更 故缘书冻经年绝 华发春围满静生 自是不归归便得 五湖烟井有谁争 赏西 诗中没有直接点出思乡 而一片思乡之情荡漾纸上 后四句直书新曲 感情真切 七晚动人 九十八 曲江对雨 唐 杜甫 城上春云赴院墙 江亭晚色静年方 灵花柱雨 腌制诗 水性千锋翠带长 龙武新君深注年 芙蓉别殿满焚香 何时照此金钱汇 赞醉家人锦色旁 赏西 全诗汇景浓宴 一镜静目清冷 书情婉转 感慨深沉曲折 在依旧与憧憬景中 隐约可见诗人的中军 幽国之心 以及颓然自放之念 旧十九 出交 明 阳慎 高田如楼梯 平田如棋局 白鹿呼飞来 点破央真绿 赏西 这首小诗写的是 春日郊外水田的景色 首二句写水田的形态 欲知以楼梯 期盼 都数整翅之美 后两句写一片绿油油的央田 忽飞来了白鹿 让央田天上活气与亮色 让画面带动态 一百 杭州春望 唐 白居易 望海楼明照属霞 虎江堤白踏青纱 涛生夜入五元庙 柳瑟春藏苏小家 红袖之灵夸是地 轻其孤酒趁梨花 谁开胡四西南路 草绿群腰一道斜 这首诗把杭州春日 最有特征的景物 融住在一片之中 就像用五色彩笔 画出一幅杭州春望图 使景物更加丰富多彩 富有诗味 洋溢着诗人 抑制不住的赞美之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